而我們那個歷史城區的保護和管理計劃 我相信可能等會有議員問 我先先回答 就是我們那個工作是有幾年時間 為什麼要很多的來回 因為我們要送去國家文物局 又送去世界遺產中心來檢視 接著世界遺產中心給意見 我們又再改 再改現在又再送去經文物局 再送去世衛中心檢視等幾個來回 我們預計二四年 現在最後版本已經出來了 前幾天我看了最後版本 二四年就希望可以完成相關的工作 這樣 譬如說我們第四批不動產 也都啟動了那個評定 另外我們會利用一些科技音樂元素 融合我們的一些世衛的景點 都相對成功的在大山巴牌坊的音樂會 如果大家覺得是這個可以繼續推行的 那我們也都是盡力 盡我們所能就是大力推行 亦都是一個我們推向外傳播澳門的一個很好的途徑 這些是我們做了 以及以後也打算做的一些工作 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 我們希望打造一些IP的品牌 這個之前我去出差 都乘機去不同的地方 看一看他們是怎樣做 都有一些概念 跟文化局局長梁局長 看一看我們 以後也都希望打造這些品牌 亦都會希望在一些世衛的景點 就像我們那個大炮台那裏 或者是福隆新街 我們在平時有平時的活動 節慶的時候有節慶推出的特別活動 好像賽車 我們在那裏就有一些賽車的元素 中秋節也有中秋節的元素 就在不同的一些世衛景點 就很好地活化利用他們 這個亦都是我們現今世界 對於一些民物保育利用的 一個大潮流來的 都是這樣先保護後活化 這樣的潮流做法